近期,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转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扩大保险范围和品种。 宁夏基本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从今年9月中旬开始,先以辣椒、西红柿、茄子、黄瓜、芹菜五个品种的冬春一大茶进行保险。 从明年4月,对辣椒、西红柿、茄子、黄瓜、芹菜、土豆、韭菜、青萝卜、椒瓜、大白菜十个品种的陆地菜进行保险。 保险费率为8%到10%,保费的80%由政府价格调节基金承担,剩下的20%由蔬菜生产投保人承担。 去年自治区务价局与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合作,在平洛县双营合作社开展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 今年4月,对该合作社16户农民的75亩设施辣椒的60万元生产成本进行了价格风险投保。 保险责任的触发点是美金亿元,从6月1日到8月1日连续两个月。 辣椒价格低于保险成本价,保险公司启动了保险赔付程序,农户缴纳的保费是9600元,而获得的保险赔付却是38万元。 政策性价格保险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有效化解菜农的后顾之忧。